大家好,今天是9月26日 昨天有一件事,很多人在《蘋果日報》的頭版 說我身邊隔離的主角何君堯 何律師,昨天開始有很多人問 華記,何律師那件事怎樣? 為何會有這麼大事? 我呢?因為我不是當事人 今天何律師,因為我打了幾次電話 問他有沒有空,會不會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我們記住,我們不是幫對家賣廣告 我們是想問一下 他是否反對派想我們建制派內部分裂呢? 還有說回那三大的範疇,何律師他一向的看法是怎樣? 何律師,很多網友,很多香港市民關心你 你好像做了一個建制派裡面,會不會導致他們分裂? 很敏感,我不敢說那麼多,交給你 華記是我們的戰狼 我是大伯,他是二伯 他關心我的工作,亦都可以理解 亦都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記住一件事,我就算坐在那裡也好 躺在那裡也好 別人都會拿我來做一個 攻擊的目標 躺著也中槍 躺著也中槍 坐在那裡也會中槍 所以我們作為公眾人物 亦都是 議員 代議士為香港市民發聲 大家都知道香港過去有什麼問題 最近 罵得熱烘烘的就是 司法的問題 是 是不是 我不會說腐敗 但是司法裡面有很多 百孔千瘡是需要去糾正 這不是我何君堯說出來的,我只不過是 跟大家聽到的聲音 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大家拿出來談 所以 這個所謂的第一座 大山本身已經在這裡,第二座就是教育 你看看那個課程檢討小組做了接近三年的檢討 給了三十六版紙出來,言中無物 講到這個 通識課 課程 那麼多問題 又是百孔千瘡 但是竟然結論就說,現在這樣的情況仍然要必考 必修必考 這個邏輯 是不通的,結論是跟 之前的findings 以及observation 背道而馳 談到第三 作為社福界,是不是在社會上有很多青年 尤其是2016年的佔中 14年的佔中 然後19年的黑暴 有幾多年青人因為在教育系統裏面 他們的腦海被塗毒 然後犯錯 我們看到2019年裏面 被拘捕的人成萬多人 當中有40%年青人 那這些 社工 他們本著應該是北斗星 用來九偏 什麼叫九偏 九正那個偏離正常軌道 帶他走回正道的社會工作者 北斗星來的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他們不是北斗星 當然我不能夠一紙築稿 打全船人 但是 是成為反斗星 搞得他們更差 所以這個三座大山 我們 第一 我們是建制派裏面自己內部的討論 我強調 建制派裏面自己內部討論 而我們個個都是議員 我剛才說的三個問題 現任 三個問題根本大家是耳熟能長 每天都在立法會裏面說 太陽底下無紳士 我們也是在職能上做這件事 所以我作為律師 我們也知道大家今年 是一個很特別的年 我不會說 the best year for particular crops 這個佳樣做這隻靚酒的葡萄是好的 但是不要忘記 過去四年時 非常非常瘋癲 而這一年裏面的延展 亦都是分秒必爭 大家一定要 要同心合力 同心才可以同德 所以就討論了這些事 然後大家 希望前路 要做事的時候集中 原意就是這樣 但是竟然出來說 何君堯涉秘 我勾頭 你和我坐在那裡聊天 然後我涉什麼秘 我和你講回 我給你看那份東西 何來唯有涉秘呢 那個問題 所以我在我的Facebook裏面 今天 6月26日 9月26日 9月26日 9月25日我推出 爛蘋果 作為 資深的香港人 愛香港的 香港人 都會知道 各行各業裏面都一定有爛蘋果 也有black sheep 有些壞的分子在這裏 唯恐天下不亂 正經事不做 但是 專門 搞這些挑剔分化 說多一句 他就說昨天 今天我又出了一個post 說什麼 就是 在 最近不是說紫綠為馬 我是不是涉秘 有這樣的會開過 我又不說地方 又不說人 又不說引述 我是說 社會的事態 這個就是 鹿 有人就是紫綠為馬 我這個是鹿就是鹿 這個鹿是什麼 是真術 The Real McCoy The Real McCoy 即是真金來的 你說我是怎樣撕避 我也不知道 我拋頭 反而 我給了你之後 華記 我給了你 我和你今天聊天之後 我給了你 我們今天講的這些 一起 以後這樣做好嗎 我和你這樣講 叫撕避嗎 我是reconfirmation of我們討論的東西 所以那些人 將那些本末倒置 指鹿為馬 其實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見 反對派就是想你們建制派的陣營撕裂 其實他最想你 鬼打鬼 因為你知反對派很喜歡他們自己狗咬狗骨 他當然想建制派都是這樣 其實他就那麼多就是想 這樣搞分化 你怎樣看這件事情 我相信打鐵 還須自身硬 你什麼時候都好 你不要想著一條路 人家鋪平給你走 尤其是在戰場上面 哪裏會有說 這裡是有地雷不要過來 這裡有坦克 你不要走過去 你在戰場上面 必定會面對各方面的風險 人家分化你是正常 是預定的 你不是那麼幼稚 我好像引用 某位KOL說 你不是那麼天真 在政治的環境裏面充滿險惡 我覺得大家一件事無論如何 打鐵還需要自身硬 要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 怕都沒怕過 還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OK 時間關係 我問多一個網友很關心的 何律師經常受到這些攻擊 那他會不會 令到你在工作上 或者其實你現在在這個代議事上面 是困難重重呢 不會 反而在這個路途上來說 每一個挑戰都是一個歷練 所以任何事都好 甜酸苦辣人生來講 是分得很均勻 命不會一輩子苦 亦都不會甜 所以一個人 你怎樣都好 去到哪裡都有四季 即一年有四季 所以我覺得這種歷年 尤其是在香港 我們經常被人說 我們香港沒有政治人才 是錯的 實際上 做政治人有兩種 一種就是嘻嘻嘻 好像很diplomatic 很外交 人人都可以 這個是好的 在正常情況下 你是 交多個朋友 比敵人好 但是當在戰場上 當你面對著敵人的時候 你在那裡期望 做到朋友 不是說沒有 但是奉無論國 你要計算一下 今天我們的節目 重申一下 其實反對派 你知道蘋果日報 整個頭版來做何君堯 其實他就用一個 叫做錯誤的 誤導 抹黑 就說 中央 借何君堯 就把剛才 何律師說的那三樣東西 鬥垮 其實這一點 完全是錯的 何律師 完全是錯誤 何律師就說 從來這三樣東西 每天都說 有哪個KOL不說 有哪個政客不說 全世界都在說 為什麼 明明好像音樂儀 這什麼道理說 你就糟糕了 所以我們今天做了一個澄清 何律師 其實他一向都開城佈公 每天都說這些 所以基本上太陽底下無紳事 基本上他們都是找新聞來做 所以他是 影響不到建制派的團結 不會 不會 反而 在這次的事件裏面 還可以 看得出 大家在這方面 照搖鏡 而且 我都說打鐵 最重要是什麼 雜質在打鐵過程裏面 一定被排出去 越打越正 然後變成為鋼 今天我們所有的香港市民和網友 大家不用擔心何律師 你看他今天這麼英俊 就知道 沒事 還心情特別好 他今天有幾宗喜事 不過我就不方便說了 好了 何律師 多謝你正能量 好嗎 網友們 香港市民們 沒問題 反對派那些東西 完全是幫何律師 延燒他的鬥志 OK 他的奮鬥的過程 完全是不會停的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華傑 好 OK 好了我待會就